今天这款蛋糕本来上周就要分享给你们的 都怪我只过着吃了 忘了给你们分享 这款芋泥乳酪蛋糕 答应我你们一定要去试一下 真的巨好吃 连我家不爱吃芋头的两个小宝贝 今天都要跟我斟着吃这块蛋糕 而且它的做法一样非常的简单 也不需要用到烤箱 饼干底 我用的是家里现成的紫色和粉色的奥利奥碎 一骨芋头我们要替煎蒸熟 将它压成泥 千万不要再问我 那么能用普通的芋头来代替 要知道为什么的 自己可以大胆尝试一下 为了让颜色比较好看 我加入了一勺紫薯粉 再加入牛奶混合均匀 考虑到很多小伙伴家里没有破壁机 我也是用最普通的方法来做的 手压的芋泥是比较粗糙的 所以我们需要用滤网将它过滤一道 家里如果有破壁机的话 这一步就可以用破壁机来操作 要保证芋泥是细腻的 吉利听片 我们需要提前放入冰水中将它泡软 奶油奶酪只要不是冰冻的状态 可以不用提前软化 加入细砂糖后 我们将它隔水融化 加热的容器一定要注意 要选择耐高温的 奶油奶酪全部融化以后 我们加入泡软的吉利听片 将它融化 加热的时候也要注意 温度不能过高了 融化好的奶油奶酪 我们将它倒入到之前的芋泥中 翻拌均匀 这个乳酪芋泥糊 如果不放吉利听的话 我们搭配奶茶 就是一杯非常好喝的 芋泥乳酪奶茶 做好的芋泥糊 我们将它倒入到一个 方形的木刺木具中 我今天的用量 也正好是按照 模具的大小来做的 这款蛋糕放入冰箱 我们只需要冷藏4个小时 为了好脱模 我们可以在周围 用吹风机吹一下 还没有开吃 就闻到奶香奶香的香郁味 为了好看 面上我们还可以撒些 紫束奶粉来做一下装饰 这款蛋糕虽然奶香浓郁 但是没有其他蛋糕那么甜腻 还带着浓郁的香郁味 吃在嘴里每一口都入口即化 好了 话不多说 你们赶紧去试一下吧